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学 第1619集 说走就走 凤九儿和剑衣打扮了一番 离开营地 两人很快就出了林子 找到了凤一男藏起来的马 上马急驰在宽阔草原上 半个时辰之后 凤九儿和剑衣如一般百姓 走在繁华大街上 天天搜查的日子 大家都习惯了 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凤九儿选的 是离城墙不远的一条街道 一路走过去 几乎都可以看见城墙 两人走了一段 凤九儿在一家客栈前 停下脚步 剑衣抬眸看了看 客栈后面的城墙 举幅跟上前方女子脚步 两位客官 请问要住店吗 店小二笑意盈盈 迎了上来 还有空房吗 凤九儿问道 有有有有 请问客官是要雅局 还是一般的包厢呢 价钱如何 凤九儿环视四周一眼 收回目光 好嘞 客官请跟我来 咱们店都是明码标价 您请进来过目 凤九儿和剑衣跟了过去 站在柜台前 柜台后 掌柜的正在 噼噼啪啪算着什么 她听见有人过来 抬眸看着 近来的凤九儿和剑衣 嘴角微扬 摆了摆手 两位客官请便 凤九儿看了一会儿 墙上挂着的木牌 指着一出问道 深远雅局是后院吗 是不是会清静一些 天天被搜查 吵吵闹闹 最不喜欢了 是的客官 不过城主有令 每日的搜查还是要继续 这几天啊 官兵大哥一早一晚 各来一回 做个过程 不会太打搅的 客官您是想选 深远雅局吗 要一间房还是两间 不 既然都要搜查 价钱相差这么远 咱还是要一般的厢房吧 三楼还有房间吗 我想住三楼 有有有 殿小二点点头 转身 站在柜台前 掌柜看了看 柜台上单子说道 三楼还有四个厢房 她抬眸 看着剑衣和凤九儿 要不 让小二带你们上去看看 您亲自挑选一下 好 凤九儿汗手 回头看着剑衣 走吧 凤九儿在三楼 靠近城墙一侧 选了一个房间入住 两人入住之后 很快又离开了 转眼功夫 两道黑影 出现在客栈后院 凤九儿是担心 检查的皇军 对后院相防的搜查 更加严格 才没有选 后院的房间 上三楼 也可以看到她想看的 从客栈后院出去 是一条小道 再过去便是城墙 城墙下漆黑一片 没有任何人迹 但城墙上都是首位 刚才 他们在客栈三楼的时候 都看见了 上面的首位 五步一人 前后各站了一排 两人勘查地形之后 又出现在街道上 就这样 凤九儿带着剑衣大侠 进客栈 进商铺 逛大街 走了很长一段路 在山中队伍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准时出现了 按计划 他们会经过刚才 凤九儿和剑衣走的 那条街道 去镇上一处人家 地方是月剑飞所选 大家也放心 不过 不同于在深山 出来了 要注意的事情会更多 果不其然 在大家离开的第二天下午 桃花村 就被大规模搜查了一遍 也是这个时候 留在村里的人才知道 外面居然发生了 这么大的事情 营地被发现 但也被提前破坏了 看起来 就知道有人以前 在这里住过 可他们将地方 弄得十分陈旧 好像人已经 离开许久一般 凤梨被截到现在 还不到两个月 时间不吻合 黄军的人 也没有多怀疑太多 好不容易熬过去两日 眼看情况不太乐观 凤九儿带着大家 离开月剑飞 安排的府邸 分别住进了 他选定的客栈 他可不想连累到 月大哥的人 只能提前离开 夜里 殿小二敲响了 凤九儿房门 凤九儿打开门 探出脑袋 有事吗 也不是什么大事 殿小二 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老板让我过来 告诉大家 明日 黄军的人 会上门咨询 每个客人的情况 城主下了命令 明日所有的客人 不得离开客栈 如果客官有什么需要 与我们说就是 咱们会尽量 满足客官的要求 但是 人不能离开客栈 好 我知道了 凤九儿点点头 关上了门 房间里 除了剑衣 还有凤梨 凤九儿在桌子前坐下 双手撑在桌面上 拖着下巴 三哥怎么还不回来 我打算今晚就走 他 收到消息 立即就会回来 凤梨给凤九儿 递去一杯茶 凤九儿接过茶水 并没有喝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谁也不能有个什么事 凤九儿话语刚落 房门被人在外面敲响 是三重两轻的暗号 他站起身 过去打开房间 将人拉进来之后 左右看看 又关上了 怎么样 凤九儿抬眸看着凤江 此地不宜久留 今夜就出城 凤江看了凤九儿一眼 举步来到凤梨面前 四话说 我已经和单将军 取得联系了 他说 银十三刻 会在 摇梁山偏西的林子 那个地方靠岸 凤九儿回到桌前坐下 凤江揉揉他脑袋 单将军说 他的船 会停留一刻钟的时间 在银十四刻 搜索船经过的时候离开 出手城外的兄弟们 已经准备好马匹了 我算了下时间 子时出城比较合适 城墙上 士兵换班的时间 在子时三刻 来得及吗 应该来得及 凤江拿起茶壶和茶杯 倒了一杯茶 也给凤梨倒了一杯 落座 现在最关键的是出城之事 出城之后路线已有 凤江掏出了一张地图 放在桌面上 他伸出城址 指着一处道 摇梁山就是这个地方 离这里距离不是很远 我们起码到这儿 他又指向另一处 从这个地方 徒步大概两刻钟就到江边 现在江上 到处都是巡逻的船只 我们的计划是 从这个地方换船 在平原城和永山城交界的地方 上岸 本集播讲完毕 请关注一刀苏苏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等你来拿哦